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这八个冷面误差不足一根头粉丝 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都是如此 这批青铜剑结构致密 尽深光亮平滑 刃布膜纹细密 纹理蓝趣无交错 它们在黄土厢城市了2200多年 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 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 剑的表面有一层实微灭后的各银化合物 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 第二件是擒弩 擒弩不仅设计速度非常快 配备有专门的瞄准装置 而且它们还会在枪看在镜头上涂抹毒药 所以在这样的擒弩的攻击之下 几乎没有军队可以抗衡 此外擒弩的结构完全是由各个部件组装起来的 要是在战产上擒弩坏了 还可以从别的擒弩上拆卸零件相互替换 而我们也可以从擒弩的构造上看出 当初擒人在制造擒弩的时候 也是采用的分工合作的方式 这样才能大大增加擒弩的生产速度 使得擒弩可以大拼量的被生产出来 而这样的制作方式和我们现代的工艺制造是非常类似的 很难想象2000多年的古人能掌握这种方式 第三个就是铁路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还是晚清时期粘贴用主取修件的 而最早的铁路也不过在几百年前才问世 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行口 就已经修筑了初进雏形的剪硬铁路了 这些铁路的原理和现代的差不多 其作用也是为军队输送兵器和粮草的 但是由于缺乏动力能源也只能用马匹来拉载运输 所以秦国在补给的运面就比其他人快了一步 对于秦国来说更是如虎添翼 自然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秦人的智慧不得不让人佩服武器制造业与运输业的 先进损制比现代空巡 秦鲁勤剑铁路这三样本不应该在2000多年前出现的技术 的的确确出现在遥远的秦国 试问若不由秦国统一天下 又由谁去统一天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